欢迎继续回到即场交资有问必答的环节 看看大家,如果大家在投资上或股票上有什么疑难 快点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的电话热线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传电邮去ask at bschannel.com 身边的嘉宾仍然都是Jason Jason你好 Hello,大家好 Jason,不如看看email问题 这位Iris小姐,她传了email来问,想问165 她说她想投资这一只,已经看了好几个月 都想问现在现价入好不好 还有前景又是怎样呢 我们看看现在的现价 165中国光大现在是在做16.54 暂时跌幅跌了8千 Jason你怎样看 其实如果你看165光大国际方面 其实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都是来自旗下的光大银行 如果看光大银行第一季的业绩方面 都叫做做得一般,不是特别好 因为说它那个是静利润方面 都是按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七 如果你说拼下去建行、工行那里 都是叫做稍有不及的 如果你说比较回 例如招行又或者是农行那样 就更加见得到它的利润增长的幅度 不算说特别大 但是都挺令人可喜的消息 就是说那个是静利息收入、静息差 或者是一些手续费、佣金的收入等等 都是有个几不错的增长 整体来说我相信是这只股份 或者是光大银行这家公司 其实就属于在国内方面 都属于一些不算是最一线 但也都不是差的银行来的 如果你说评级来说 一至五分 这家银行都可能是属于二点多 三分那些 所以大家要衡量回 当然要看股价走势方面 其实就是见到它近这几个月的股价 都不是说做得特别好的 更加见到它在四月份的时候 最高做了十九元的时候 跟着也有个比较大的下跌 如果你说对比起其他内地银行股 整体走势方面 这一只都属于明显地 在过去半年都跑输了 即是其他的同业 但是有个消息 大家都可以留意 就是说这家公司来到的六月方面 是有机会分拆它那个 光帝银行的H股 下来香港上市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分拆的效应 我相信在未来这两个月 都可能会有个炒作的味道出现 还有见到这家银行 如果真的来香港上市的话 它的定价 现在市场的消息都传出 起码用市场率是1.5倍来定价 即是距离现在的一般的国内银行来计 都不算特别便宜 如果真的炒回一个所谓日价的影响的时候 我相信对于165光帝国际的股价 都会有些支持在 所以如果你说本身是买了 持住了的话 我觉得暂时持有先 初步目标价先看上去 就是17.5倍 大概是50天线的阻力位 如果你突破到17.5倍的话 在上网空间 就不妨可以再看上去 19元 去到这些位置的时候 我会觉得再下跌的空间是比较有限 但当然如果你说短炒的话 都要留意一些短期支持位 就是16.18元 如果跌穿在5月初的低位的时候 如果作为短炒的投资者 我都建议是应该先行止斥先 不好 谢谢Jason 也都解答了Iris小姐的电邮问题 另外再看看 另一位家庭观众的电邮问题 他就说想问2369中国无线 看到今天2369就发了刑警 他就预料6个月子上半年的刑离 是按年有所减少的 是归因业务做手机行业的竞争加剧 以及导致国务利率下降 都想问前景 也怎么算好呢 如果跌了这么多 看看现在的现价是2.24元 暂时跌了两成 是的 2369其实我也是过去的大半年 我一直都是畅谈 都不太看好这间公司的发展 最大原因就是 本身中国无线在国内方面 做一个叫做智能手机的行业 这个行业当中 其实有很多竞争者 包括现在国内方面 不断追求一些外国品牌 特别就是iPhone这类智能手机 当然一些比较有钱的城市居民 都说宁愿是给多一千多百去买iPhone的时候 你自己做国产手机的品牌 就怎样做得住呢 所以我自己觉得 未来的手机的产品方面 售价不断都会有个向下调整的压力 对于它的毛利率来说 都会有个几负面的影响 但是如果市场下跌又或者销量都会下跌的时候 我对于这间公司来的前景 都仍是比较一般 所以如果你说本身都真的握住了 虽然你见到今天都跌得比较多 但是我会觉得由于基本因素 都仍是比较差的关系 未来都仍是有机会继续向下 所以我自己的建议就是 握住了的朋友都真的要忍痛一点 等股价有所反弹 去到大概两三毛半左右的价位的时候 都应该是要初步止蚀先的 接着来就不如听听另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喂 喂 你好你是张小姐 是是是 早上你好 你好 我想问是八落八的上二玻璃 我稿过一入的 我见到它近排就跌 我就不知应该是怎样 估出还是持有呢 好 问一下Jason 买入价是贵了一点点 看看现在的现价先下 八六百顺耳玻璃 现在是在做八元八毫一指 暂时跌了1.2% 这间公司在国内方面 是做玻璃的行业 整个行业里面都属于龙头大哥 无论是汽车玻璃 又或者建筑方面的玻璃 再者就是太原能相关 那些光伏玻璃方面的产品 其实它的市占率都是排第一 那间公司更加预期 未来的产能会进一步扩大 再加上它已经入了 只去港交所 将太阳能颜玻璃的业务 再另外分拆上市 如果有分拆的消息所带动的话 我相信股价暂时不会跌得太多 虽然如果本身它的比较大的业务 就是汽车玻璃的业务方面 有机会随着国内汽车的销售量 是有所放缓的影响 可能都会令到它的销量做得不太好 但始终保障房的不断轻结 会刺激到建筑玻璃的需求 另外就是太阳能光伏方面的不断提升 或者是不断增加的需求 其实对于它这方面的产品 都有一个不错的带动作用 所以整体来说 我对信尔波这个看法仍是正面的 如果本身未买的话 都可以等下一些 去到50天线 大概是8.5的位置买 如果本身像这位小姐是持有的话 我会觉得都应该可以暂时持有先 短线一个操作的目标价 可以先提升到之前的高位 就是9.78 Jason就建议张小姐继续持有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OK,谢谢你们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多谢张小姐的电话 另外就不如立即解答一位 家庭观众的电邮问题 他就想问700腾讯控股 看到今天升市都做得不错 现在是做222元 暂时是升了4元 今天高位是见过224元 你会问到你预计到何时 会去到52周高位230元 其实相距不是太远 现在都222元的时候 距离都是做8元的价钱 我相信短期之内 都有机会见过之前的高位 如果你看到700的基本因素 这间公司除了它本身核心业务 即是网上游戏方面做得比较好之外 近这一年都不断作出一些向外的收购 包括收购了美国做手机游戏的公司 另外也收购了团购的业务 最近也说会去入股 华尔兄弟 即是国内方面做一些电影制作的公司 再者最近方面也说会入股 在国内方面做一个 网上旅行的公司 即是说这间公司 本着它自己原有一个很庞大的 客量的优势 都不断将它的业务 占摧多元化的 除了做网上游戏之外 更加做其他包括网上团购 甚至是手机方面的游戏都涉猎到 始终如果你说整个科网行业 这间公司在国内暂时的地位 是没有其他公司可以代替得到 所以我自己觉得 要上之前的高位230元 应该没什么难度 甚至我会觉得一旦突破230元的话 再上个价位 就可以看上去245元 建议很快会去到230元的高位 麻烦你,Jason 我们先休息一会 要问Jason 以上提及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是没有持有的 稍后回来 仍然会有问答的环节 各位观众 可以把机会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的电话二线就是 204-6566 或者电邮给我们 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见